当天下午,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利亚德会见了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纳伊米,沙工会主席拉西德和沙中有协沙坊主席杰莱西及企业家代表,同他们就扩大中沙经贸合作进行了交谈。 在听取了沙特企业家关于发展中沙经贸合作的意见和建议后,胡锦涛说,自1990年建交以来,中沙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,沙特已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。 近年来,两国企业在能源、工程、通信能领域的合作发展尤为迅速,两国经贸合作正向着更广领域、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。 胡锦涛指出,当前,中沙经济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序头,中沙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两国加强经贸合作带来了重要机遇。 中沙经济互补性强,经贸合作基础牢固,潜力巨大。 中国政府愿继续促进两国在贸易、投资、矿产、石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,使双边经贸合作不断达到新的水平。 希望沙特企业家们抓住机遇、诚实而上,扩大同中国企业的合作,为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。 沙特工商企业家们对胡锦涛的讲话反响热烈。 他们表示,沙特工商企业界期盼同中国建立战略性和全球性的经济伙伴关系,深化经济、贸易和投资往来。 沙特欢迎中国投资者到沙特在基础建设、能源、资源、工业生产等领域投资。 同日,胡锦涛参观了沙特知名企业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总部。 该公司目前是世界主要石化公司之一。 胡锦涛表示,希望该公司同中国有关企业的合作取得互利双赢的结果,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